乱世出英雄 这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一场世界大战几乎将全球所有国家都卷了进去 其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 在美国评选的近代世界五大元帅榜单中 有中国唯一一位上榜并居于榜首的将军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 这位中国将军还是和美国打仗打出了名气 那么这位让美国都心生敬佩的将军 到底是谁 上榜的另外四位将军又是谁 他们都是哪一国的将军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五位将军 一切还要从1953年7月10日说起 朝鲜战争出现后 中国和朝鲜与美国在历经多次谈判之后 终于在27日签订了停战协议 本以为战争到此就应该告一段落了 美国也可以停下来休养生息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什么都没有得到的美国又开始掀起了波兰 或许是因为太嫌 美国开始复盘近代发生的所有著名战役 最后列出了一个近代世界五大元帅排行榜 在这份榜单中我们先来讲讲排行第五的 艾尔文·龙梅尔 龙梅尔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德军元帅 是希特勒身边的德里干将 他还和曼斯坦因·古德里安两人 并称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三大名将 龙梅尔曾在北非战场上创造了多项奇迹 被人们称为沙漠之湖 也曾因为战功赫赫被纳粹政府赋予了战神的名号 1936年 龙梅尔奉希特勒之命指挥警卫营 此时的他已经年过四十了 却还只是一个何有可无的上校 但也正是这一年 他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反转 1937年 龙梅尔把他原来教学期间使用过的战术素材 集合成了一本步兵攻击 当时的德国正是军国主义高涨的时候 此处一出立刻受到了德国人的疯狂追捧 还成为了中国军官学校的教材 希特勒也看了这本书 只看了一半就对写出这本书的人刮目相看 也正是如此 龙梅尔入了希特勒的眼 龙梅尔参与指挥过两次世界大战 擅长机动战和战术指挥 在西方军界中被人称为二十世纪的汉尼玛 在二战时期的北非战场上 龙梅尔所领导第七装甲师所向披靡 战功显赫 之后他在各大战争中的表现更是亮眼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但他的风光并没有维持太久 他最终因为卷入了一场 密谋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之中 而被希特勒逼得不毒刺杀 何其讽刺 龙梅尔一生都在为纳粹德国效命 最后却被自己支持的希特勒逼死 而在龙梅尔死后 希特勒还假模假样的下令 为龙梅尔举行了国葬 并且全国为他默哀一天 由此可见 希特勒的脸皮有多厚 排名第四的是 格奥尔吉 康斯坦丁 诺维奇 朱可夫 他是二战时期的一位名将 也是曾经苏联人民心中的守护神 苏联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 都由他指挥 为苏联以及反法西斯联盟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二战期间 美国和苏联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阵营的 两国的实力也奇谷相当 但在二战结束后 苏联开始迅速崛起 为了和美国争夺世界第一 而开始了冷战 其实二战时期的苏联 在战场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可夫身为苏联的将领 更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1939年9月 日本想要侵吞苏联的西伯利亚 当时正担任 助猛苏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员的朱可夫 给日本人好好的上了一课 在这场战争中 朱可夫充分运用了坦克兵 和航空兵作战的优势 实行协同作战 给日军来了个措手不及 在朱可夫的领导下 日军四处逃窜 慌不择路 整个军队迅速瓦解 从这以后 日本便一直对苏联十分忌惮 到了1940年 德国开始使出全力攻打法国 打出了令所有人震惊的战绩 面对这一情况 朱可夫已经想出了 打破德军战术的方法 并准备全面提升一下苏联的战术 1941年9月30日 德军率先发起了进攻 当天就突破了苏布梁斯克方面军的左侧防线 直接推进了50多英里 10月8日 德军悄然包围了苏布梁斯克方面军 并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立刻将其全部倾剿 这下苏联哪还能不明白德国的意图 斯大林这才派出朱可夫 让他来全面负责莫斯科的防御 在朱可夫的指挥下 苏军在莫斯科西郊建议的防御战线 在调动了所有可用的武器装备去抵御德军之后 防御战线还是被突破了 见此 朱可夫果断命令撤退 事实证明 朱可夫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这之后 因为天气原因 德军开始停滞不前 而这正是苏联反攻的最佳机会 战局发生了逆转 在朱可夫的正确指挥之下 苏军打出了莫斯科会战以来最大的反攻 并一举突破了德军的防线 莫斯科会战也到此结束 此后朱可夫还陆续参与了白俄罗斯战役 活林战役等苏联重大反攻战役 在二战期间 苏联民众们都称他为军神 排名第三的是道格拉斯·麦克阿斯 他出生于1880年的美国阿肯色州 他不但是美国获得勋章最多的五星上将 还是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 曾经距离总统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他还是美国唯一一个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 以及朝鲜战争的将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麦克阿斯就带领着军队彩虹师 去往法国参战 一路索向披靡 战后再一身荣光地回到了美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满身荣誉的将领 却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 甚至后来还丢下了自己手下的士兵 自己一个人逃走了 经过这次事件 麦克阿斯较自负的性格缺陷暴露了出来 后来在罗斯福的帮助下 麦克阿斯回到了菲律宾 并成功洗下了自己过去的食录 将日军打得溃不成军 也正是因为这一仗 让麦克阿斯在民众们的心中的声望 达到了最高 在之后的朝鲜战场上 麦克阿斯被任命为总司令 率领着联合国军意图吞掉整个朝鲜 但在我国志愿军不要命的攻势下 他所领导的联合国军全线溃败 实在看不下去的杜鲁门 找了一个借口 撤了他的职 让李奇威成为了新任总司令 从那以后 麦克阿斯便永远离开了他征战一生的战场 麦克阿斯这个人狂妄自大 但又时刻充满着激情 他能成为美国的五星上将 他的优秀毋庸置疑 但他太过自信 总觉得任何事情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这也是后来导致他失败的根源 排名第二的是小乔治史密斯巴顿 这位毕业于系列军校的美国人 对装甲兵的建设有着极大的贡献 他被他人称为铁弹将军 擅长装甲集团军的大规模作战 但如果把他想象成一个粗俗壮汉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在一次基建课上 他看到法国骑兵要比美国骑兵强得多 心里非常疑惑 在观察了许久之后 他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法国骑兵常用剑 而美国骑兵常用弯刀 当几方骑兵坐在马上 与敌方骑兵对战时 很明显 剑能更好的刺杀敌人 于是巴顿写了一篇文章 并将文章投机到了杂志社 文章提出了将骑兵的武器 改成剑的想法 果然不出巴顿所料 没过多久 军方高层就采用了他的建议 高层找到巴顿 并让巴顿亲自射击剑 此后新军刀被骑兵部队广泛使用 人们把新军刀的名称 称为巴顿剑 1945年 巴顿率军进攻德军防线 在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 巴顿决定强度莱茵河 最终以几军微小的伤亡为代价 歼灭敌军140万人 巴顿的作战风格 与一般的将领不同 讲究快和勇 所以每当人们提起他时 对他的印象都是粗俗和野蛮 为此还被潘兴元帅称为 美军的匪徒 但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作战风格 让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获得了许多战争的胜利 他在装甲兵的建设上 也毫不逊色 带领的装甲兵 总是能以极小的代价 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最后却因为一场车祸而去世 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 位于榜单首位 那位中国将领彭德怀 彭德怀出生于1898年10月24日 是开国的十大元勋之一 他的一生都在保卫国家 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彭德怀指挥过无数次战役 对于军事指挥 他有着他独到的见解 在平行关大捷 百屯大战 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 都有着彭德怀的身影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彭德怀更是成为了 令敌人文风丧胆的存在 在决定奔赴朝鲜作战时 朝鲜的战局对我军而言十分不利 并且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战 我军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彼时的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不久 整个国家百废带兴 能提供给志愿军的武器和装备 都不太好 尽管如此 彭德怀还是率领着部队 将美军从鸭绿江边 赶到了青川江以南 挫败了美军企图占领朝鲜的计划 将敌人打了四处逃窜 消灭敌人一万五千余人 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没过多久 第二次战斗打响 彭德怀采取了新的计策 从东西线诱敌深入 之后再歼敌一步 最后全歼 在彭德怀的策划下 美军果然想都没想 就进入了志愿军圈好的口袋 志愿军立刻对其进行痛击 歼灭联合国军三万六千人 在之后的作战中 彭德怀始终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 一次又一次地打破美军的阴谋诡计 麦克阿瑟 李奇威 克拉克 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最后美军不得不签署了停战协议 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以世界第一自居的美国 最后还是成为了新中国的手下败将 也正是因为这一战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彭德怀 彭德怀戎马一生 为祖国建功立业 为中国博得了话语权 这些著名的将领在军事上的能力 都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着绝对的实力 但有一句话说得好 一将功成万古枯 这些优秀将领的出现 都是用战场上无数士兵的生命换来的 一个出色的将领 脚下必将踩着无数人的尸骨 所以拥有着如今和平安定生活的我们 要懂得珍惜 要知道我们如今生活 可是过去那些老百姓们想都不敢想的 在他们看来 能吃饱 穿暖 好好活着 就是他们眼中的好日子了 我们如今的生活 是无数英雄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 必须珍惜 朝鲜战争不然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 也让美国打心底里 敬佩彭德怀 正因如此 美国才将彭德怀的名字 放在了五大元帅之首的位置上 不过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彭老总这个第一 实至名归